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距离女排国家联赛第二战比赛开打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 在澳门战参加比赛的球队已经全部抵达 意大利和荷兰还是比较稳 在最后时刻才选择抵达 要知道这两支球队和中国女排都会交手 而且奥运名额也有竞争关系 最近几天关于中国女排训练的内容其实非常少 不得不说中国女排的保密工作做得不不错 不过还是曝光了一些训练场上的照片 朱婷和替补阵容一起磨合也让人引发猜测 朱婷在中国和荷兰的比赛的首秀可能会替补出场 首发两个人可能还是吴孟杰和李盈盈 5月27日的下午 在首站没有在名单中的球员拍摄了定装照 而朱婷也位列其中 时隔近三年 我们熟悉的二号又回来了 不过这一次物是人非 他不再是中国女排的队长 而且由于和球队磨合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大概率就像之前曝光的训练照那样 最开始球队可能不会以朱婷主打 毕竟这需要一个过程 即便他在这几年一直保持高水准的竞技状态 对于朱婷拍摄定装照 国际排联也发布了社交媒体力挺朱婷 他们说女王朱婷归来 一个球员能够一直吸引国际排联的关注 这的确是排面 朱婷回归以后 蔡冰在阵容选择上又多了一个选择 从刚归队时的表情严肃 到拍摄定装照时的开心一笑 朱婷逐渐找到了回归的节奏 毕竟他已经很久没有和队友这么长时间相处过 有一定的陌生感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朱婷现在也比较健谈 但有时候他表现出来的 的确有一种慢热和内敛的性格 最直接的就是在意大利斯坎第一期女排的时候 每次华盛顿的热情都会让朱婷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一些 荷兰女排奥兹赛的时候赢过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轻视对手 争取澳门战实现开门红 距离中国女排澳门战开打 还有两天时间 蔡冰会派出怎样的阵容呢 特别是朱婷回归后 又将引发主攻线上新的竞争 象其比二船 复工 自由人等首发不变 主攻位置应该是变化最大的 面对荷兰 日本 泰国 意大利 蔡冰很可能采取三大主攻车轮战 下面也来看一下几个首发搭配 第一套朱婷加里莹莹 中国女排最强主攻线 毫无疑问 朱婷加里莹莹是中国女排 眼下能够拿出最强的主攻线组合 不过 蔡冰出于让朱婷逐渐融入球队的需要 包括她一甲连赛归来 身体仍需进一步调整 在澳门战队内对抗中 朱婷暂时被放在了替补组 不管是替补出场 还是进入首发阵容 朱婷在澳门战肯定会登场亮相的 毕竟本战比赛是中国女排争夺奥运门票 最为关键的一战 个人认为 朱婷会在对阵意大利女排这场比赛中 搭档李盈盈首发 澳门战 中国队的对手是由弱到强 最后一场拼拳主力的意大利 王云露 吴孟杰在攻防两端的实力都有所欠缺 蔡斌应该会派出朱婷加李盈盈的最强主攻组合 意大利女排也还没有拿到奥运资格 这场众议大战也将直接检验 中国女排眼下最真实的实力 第二套 王云露加李盈盈 强攻点偏少 增加复攻进攻比例 从澳门战的队内训练画面 王云露仍处于主力阵容中 对阵荷兰 日本 泰国三场比赛 王云露都有可能首发 王云露上场的好处是 他能够顶住六轮一传 一传到位后 袁新月 王云露两位复攻的快球能够打出来 本身复攻的到位球比较难防 袁新月 王云露又都有超过1米90的身高 打日本 泰国 荷兰都有不错的王口优势 这套首发主攻组合 缺点就是 王云露强攻能力有限 一旦王云露进攻卡壳 蔡斌或许会让朱婷替补登场 增强进攻活力 第三套 吴梦杰加李盈盈 一传有隐患 防守串联能力欠缺 吴梦杰在巴西战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 朱婷与球队磨合仅有几天时间 王云露进攻能力不足 吴梦杰在对阵泰国的比赛中 也有可能首发登场 2022年亚洲杯 中国女排半决赛迎战泰国 吴梦杰一人曾砍下29分 赛后 泰国队主帅还说 如果不看面孔 我还以为朱婷在场上 吴梦杰的高点强攻打泰国队很有优势 他上场后 中国队的一传 后排防守串联这些将受到考验 强攻点多了 可是一传不到位 我们复攻的快攻会明显减少 郎平之前在世界联赛香港站 对阵意大利在接应位置上 曾使用过车轮战 让曾春磊 刘晓彤等人轮番上场 增加二号位的强攻火力 考虑到 朱婷融入球队时间短 王云露强攻不行 吴梦杰一传 防守有短板 蔡斌为了在澳门站主攻位置 很可能也是派三大主攻轮番上场 李盈盈作为球队核心 她的首发位置应该是不变的 至于张长宁 她在巴西站一传 进攻 篮王等各个环节 都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处于恢复期的她 进攻不如吴梦杰 一传防守不如王云露 张长宁在澳门站出场的机会 应该很少 接应位置 蔡斌现在采取的是两点换三点 也就是把丁霞 郑一新一起换上去 张长宁在澳门站打接应的可能性也不大 以上三套主攻组合中 是不是朱婷家李盈盈这套最强呢 而2024年 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比赛 将于5月29日至6月2日进行 近日 中国女排队内训练照流出 不出意外的话 朱婷在澳门站比赛 将会成为球队的主要替补主攻手 而主力主攻手依旧是李盈盈和王云露 两人在对抗中与袁新月 王云院 龚翔宇 刁林宇 以及王孟杰出现在主力阵容一方 这个阵容实际上就是过去两年 中国女排一直使用的主力阵容 看来澳门站比赛主教练蔡斌指导思想 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朱婷时隔三年重新回到国家队 这极大鼓舞了中国女排近几年低迷的士气 外界都期待朱婷带领中国女排重塑辉煌 不过客观说 中国女排目前的落后是全方位的 朱婷回归可以提升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 但是球队要想有本质的改变恐怕并不现实 实际上从中国女排目前的打法 和国内排坛的现状来看 球队的主力阵容变化空间非常有限 蔡斌手下的七仙女阵容渐渐成型 唯一有可能改变的就是李盈盈的对角这一位置 王云露的一传防守确实还不错 但是他的进攻实在是太糟糕了 这也是王云露最被外界诟病的地方 从蔡斌在巴西战前两场比赛 用小将吴孟杰顶替王云露的位置来看 他还是希望李盈盈的对角 在进攻端能够为球队做出更多贡献 不过吴孟杰的进攻表现尚渴 但是一传漏洞太大 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女排的快攻战术 大打折扣 不得已 蔡斌又重新派出王云露担任先发主攻守 王云露上场之后 中国女排两位复攻的进攻 确实要比吴孟杰先发时好很多 从澳门战比赛之前训练照来看 吴孟杰大概率回到替补席 而王云露重回首发阵容 请不吴孟杰 请不吴孟杰 请不吴孟杰